在被批評傲慢以後 蔡總統也反省了 他的反省就是說 民眾不能夠接受民進黨一黨獨大 其實民眾不喜歡的 是一黨獨大以後 權力傲慢 獨大以後 產生的權力傲慢不能接受 而不是獨大本身不被接受 現在民進黨他敗選 他還要假以時日 再成立一個小組 就鄭文燦 他來接這個召集人 你叫鄭文燦當召集人 他有檢討蔡總統嗎 這個就符合什麼 日本的學者講的 我們這個民進黨權力傲慢 民進黨那麼大 總不會每一個人都權力傲慢 總統居然沒收初選 居然論文門出世 還要民進黨中職會做決議 要去壓台大 我的天啊 這個這樣不傲慢 什麼叫傲慢 所以在這裡 我覺得比較有趣 在被批評傲慢以後 蔡總統也反省了 她的反省就是說 民眾不能夠接受民進黨一黨獨大 這個不是民意 為什麼不是民意呢 這個一黨獨大是不是好啊 各國有各國的傳統 美國人最不喜歡一黨獨大 所以他黨就變來變去 但是台灣不管是好事還是壞事 台灣的習慣就是習於一黨獨大 你人家沒有說不接受一黨獨大 你說民眾質疑 這個檢討失交嘛 其實民眾不喜歡的是一黨獨大以後呢 權力傲慢 獨大了以後產生的權力傲慢不能接受 而不是獨大本身不被接受 所以這個總統檢討就失交了 為什麼現在民進黨他敗選 他還要假以時日再成立一個小組 這個鄭文燦 他來接這個召集人呢 現在有不同的雜音 我是覺得這個很怪 你叫鄭文燦當召集人 他怎麼檢討他自己的區域 浮選或者提名的錯誤 檢討他自己比較容易 他有檢討蔡總統嗎 不敢啊 怎麼敢啊 抗中保台來破功 鄭文燦會去檢討嗎 還有一個 他這個林志堅論文 他也就說不是假的嘛 但後來怎麼檢討嗎 大家都這樣尊敬他 都對他誠恐誠懷的時候 蔡總統不自己檢討 甚至於定了一個方向 說黨太大不是我太大 那是這個地方不好不是我不好 那是地方有問題不是中量有問題 鄭文燦 要接受嗎 他可能會綁手綁腳啦 所以我是覺得 總統如果要來這個 鄭文燦去主導 去檢討出一個 大家看起來像個樣子 批評你的王志堅 承擔你的鄭文燦 通通都懂起來 你整理一下 否則以現在民進黨的政治文化 這個檢討會有什麼很大意義嗎 但是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